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在网上购买过面部护理产品,但有79%的购物者表示愿意在网上购买这类产品,重视挑战。中东地区的电商发展条件较好,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。 有关电商贸易的法律法规尚未明确,物流和支付等基础设施有待完善,缺乏消费者保护法,网购服务欠佳,以及复杂的公司注册流程等都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障碍。 同时,前期很多平台的目标市场主要集中在阿联酋和沙特,加剧了竞争。 目前,对数字支付的信任和最后一公里的痛点,是中东地区电商发展的主要障碍。 白皮书指出,跨境清关难,缺乏正式统一的地址系统等,大大影响了当地用户的购买体验。 目前,中东消费者的年平均线上购买次数仅为24次,而中国是22次。 借助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或将有助于物流等问题的突破。 同时,基于当地线上支付的发展现状,白皮书认为, 获到付款方式或将驱动网购的转化率。 在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方面,图志月提醒, 在阿联酋非自贸区和沙特开设公司需要遵循保人制度, 由当地公民担任保人,并占公司的主要股份, 为减少相关法律风险。 图志月建议,企业在协议之外, 与保人再签订一份协议,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